我要講一下又欣柯 我在還沒跟他合作之前 也是在電視上看到他的角色的演出 他有一種特色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成功的特質 演員就要這樣 你要恨到露骨 但是你又覺得說 他怎麼這麼好笑 這樣就不會被討厭 對 而且我跟他合作之後 我才發現又欣柯 不管是同輩 晚輩 前輩 他是個非常有禮貌的人 他非常有禮貌 你知道他以前怎麼照顧我們嗎 因為我們有一群女生 其實基本上像我現在 我也是單身嘛 那我們是沒有太多人 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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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強調 這真的是真感情 真感情 因為你知道我們現在單身女子 都沒有人照顧 這個弟弟就貼心 每個人都送我們一隻小動物 真的喔 小動物 有些人是兔子 有些人是海豚 是真的嗎 有生命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那個小動物啊 那小動物很可愛 那小動物有些那個 他造型 造型就像譬如說兔子啊 那個兔耳朵 他會 然後那海豚 然後尾巴會 你這個好像是情趣用品對不對 沒有 是嗎 他是動物 但他真的很可愛 他真的跟以前差很多 他以前真的就是你說 他可能就是比較 好像不定性 他現在也是不定性 不過他現在 他現在真的很愛家 他愛家 真的不一樣 他真的是兩面 他在家裡就是一個好爸爸 是 好老公 他外面不是嗎 他在現場就跟個風子一樣 你知道他拍什麼 還可以 好像拍戲 有一次我跟洪恩哥 我跟他我們三個在拍外景 拍了那太陽又大 然後好累 他拍不到他 洪恩哥在很認真的講一段話 你知道他在鏡頭旁邊幹嘛 他把褲子脫掉 蛤 這怎麼可以討厭 然後洪恩哥他講的話 他對我講的話是那種很狠的那種 他就說 我跟妳講 你 不可以 我不是把褲子脫掉 我是把內褲也脫 蛤 我演戲最怕遇到像你這種的 洪恩是可以 因為洪恩有定性 那我不會去鬧那些 比較不熟悉的人 才怪 不可以 合作世間請的時候 然後導演說五四四 三二對不對 他說五三二樓 五三二樓 所以呢 五三二樓 他就 然後就跑回去他的位置站 他說我的位置放屁耶 那你跑不了 然後他就跑走 然後已經五四三二下去之後 我就 我還要這樣 超充的 你看他真是算好的時間 五四三二 他這樣 對 然後他就跑回去他的位置站好 我就有這樣嗎 我自己也有一次遇到你 你就跟我說為什麼你現在會有這樣的轉變 你說是因為我曾經跟你說過一句話 你曾經 我不知道會不會遇到你 但是你曾經跟我說的那句話 我覺得 對我非常的受用 因為可莉跟我講說 他年輕的時候 小孩還小 他錯過了他的成長黃金期 遇到了 對不對 其實我也很有感 小孩成長黃金期只有一次 你錯過沒有 所以我不想錯過 所以他已經錯過了第一個 錯過了第二個 他現在又再生一個 真的喔 他就一再錯過 然後他生出來就是為了我不要錯過 然後又錯過再生一個 所以他就是不停的刺 你如果發現他又再生第四個 他就前面三個又都錯過了 所以如果第一個是一個老婆 第一個是一個老婆 第二個另外一個老婆 第三個我還要再找一個老婆 沒有 所以第二個老婆已經有第三個了 所以表示我現在開始回歸家庭 對 這樣很好啊 我們就在拍外景 就在空軍村子那邊拍外景 然後導演就是你們熟悉的那些 然後工作人員就是 然後我在那邊拍 一個回頭 有人走掉了 一個回頭看 我要開始OS 就我一回頭 一個阿媽拖了一個菜來 他就走掉了 他就走掉了 重點是 重點是我會回頭看導演那一群 沒有人要阻止 所有人都下班 攝影師 離開機器一直在笑 一直在笑 也沒有喊咖 導演一直在笑 根本沒有喊咖 那是太有笑了 噓 賣害怕 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 等一下 爆料大會 好可怕 爆料 我先爆料 我要爆料鄭仲英 你先講 你跟他交情好不好 還蠻好的 那可以 所以才敢爆料他 因為我跟仲英姐之前 拍戲的時候 我沒有同條線過 所以沒那麼熟 然後我都覺得 好在沒跟他同條線 因為他看起來真的好兇 好犀利 對 後來認識久了之後發現 他真的好少跟金喔 他真的很好笑 你們有去過台式的棚嗎 台式的棚很容易迷路 然後呢 今天導播就說 我們今天在二棚 二樓一棚錄影 然後仲英姐就會說 開始背台石頭 電梯門一開 你就看他站在路中間 我說仲英姐怎麼了 我們去一棚 一棚 一棚 好 他就左轉 我說一棚在右邊 然後就 你剛說一棚 我說對一棚 一棚不是在左邊嗎 我說右邊 然後我想他在 可能他在那個化妝間 直播跟粉絲聊天 聊一聊之後 他就會這樣子放空 然後我就說 你在直播 你還在直播嗎 他說 我在直播嗎 對 我還在直播耶 我說那你剛剛在幹嘛 你剛剛那個學得好像 對 沒有 突然覺得我好累我想睡覺 不然現在我們先不要聊 我先去睡覺了 然後我就說 你這樣子 可以喔 就是聊到一半然後這樣 我突然覺得我好累 我們都沒有睡覺 不然我們今天先這樣聊到這邊 先這樣 拜拜 然後就掛掉說 我好累喔 然後我要來睡覺了 然後發現明天幫他可以睡 不然我們要不要點Uber E 好跳tone喔 對啊 他說你有事嗎 但其實是要這樣直播反而 搞不好觀眾人更多對不對 你是說不要下線嗎 直接一直錄嗎 就是他就這樣空掉 然後就這樣 很多人愛看喔 他就想說你到底要幹嘛 這中間鏘掉了 這中間鏘掉了 然後開始人數爆增 又欣哥來講一下 任人宰哥的宰哥 宰哥 我跟你講他剛來 他剛來三里 因為他之前在緋台 不是友台 他在友台的時候 他來的時候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我剛來三里的時候 最討厭兩個人 一個是江國斌 一個就是你 他這樣子跟你講 江國斌耶 他直接跟我講 他說我在看電視的時候 我發現你們兩個 超難相處的 他會看面相嗎 我不知道 他說我看你們兩個 超難相處的 我以前就很 他想不喜歡 但是我都把它改成討厭 我以前很不喜歡你們 但是來到這邊我發現 你們兩個其實蠻好相處的 都有照顧人 但我通常都把後面那一段省略 我都直接跟他講 宰哥說好了 我看到我跟江國斌哥都特別討厭 我都是要跟人家講 所以他每次看到都很不好意思 那載哥 載哥也某部分會少跟進 演員其實很辛苦 就是第一個就是 光是背台詞也好 然後火熱熱剛出爐的 你們馬上要消化跟吸收 我後來發現 一個鏡頭要拍三次 我後來才知道 對 這次我沒有 我剛開始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等一下我跟景軒好了 我們兩個有一場戲 欸 這樣說耍了 沒有 他站在那邊跟頭一遍 橫向一遍 反正就是很麻煩 然後呢我記得 有一場戲是很晚喔 然後我那天好奇怪喔 我那次還蠻重量級耶 就是 台詞好多喔 有 然後他就說 喔 我不得了喔 然後有一次 反正就是很多啦 然後我想說 哎呦真的要一遍不讓我 害怕就對了 我真的不敢來太難了 好 那我就想 那一場戲呢 後來因為很晚 我真的有一點點恍神 已經累了 那其中呢 我先講就是說 裡面那場有幾個演員裡面 有幾個 我自己對他們的人設 就是說我們剛才要看鏡頭 自己的感覺 有一個我會覺得說 他很nice 然後呢我也很期待 然後水水啊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江國斌 他呢就是很兇 我覺得他就是那個 你知道嗎 大白露麻 老狐狸 然後就演對 然後眼神很兇 我就想說 我如果沒有講好 我一定會被他電 然後我就一直很害怕 好 但是呢 後來呢 就是五四三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突然間 比方說景軒講完 我要接嘛 那我沒有接好 然後那剎那當然就是 整個現場就冰凍了嘛 然後他說 欸 從來 從來 可是我剛剛講 就是我人設 我覺得說很nice 那個女生 好兇喔 他說 你等一下你更好 不要大家都等你一個 然後我在 我在裡面 我就有點 是不是劇裡面的 固定的角色 對 然後我就 我就有點 紫萱妳知道誰喔 對 我覺得她有點嚇到 拖累到人家 所以她有一點火氣騷 她就說 你不要再錯了 你等一下接好這樣 然後我就有點嚇到 這個臉秋跟我想像 差非常多好 然後這時候有一個人 就暖暖的 然後就跟我講說 沒關係 不要緊張 我跟你說 你待會兒你就怎麼樣 很自然的 你就當成在講話 來 你把劇本拿起來 再唸一次順一次 然後不要用背的 你就很 很 應該說很輕鬆的 就好像口語化把它講出來 來 你講一次看看 知道嗎 這個人就是江國斌 你知道嗎 他讓我整個都是暖暴 不要 他完全 他人設 我剛剛講 我就說他好兇喔 然後我如果待會兒 讓我挫賽的一定是他 就不是 然後他就 就是因為他 然後他幾句話而已 他讓我真的很像 吃了一顆定心丸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很順利的 把那一場戲拍完 我跟你講從此之後不得了 他在我肩膀的嗎 他在我肩膀的嗎 我告訴我肩膀 超級肩膀